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做手机跟做电动车是一样的吗 看起来现在对鸿海而言是一样的 这是商业周刊呢 这一期的一个报道 他说呢 手机代工王跨境电动车 鸿海五个月 股价飙近六成 然后所有的外资喊账 不过说真的 如果所有的外资在喊账的话 我也劝你稍微观望一下 因为通常这时候 就是你应该是后面那几个知道的人 好 那为什么鸿海要做电动车呢 是不是跟做手机一样呢 听他讲起来还真的是一样的 虽然他们之前 感觉上是一点 做车的历史也没有 不过他们有 秀出自己的电动车 三合一的电机系统 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 如果手机是组合的的话 那么车子现在不要靠引擎了 电动车靠的就是电池嘛 是不是 连那个马斯克他都可以自己搞出了电池 他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电池工厂 或者是老的汽车工厂 那为什么鸿海不行呢 我相信如果鸿海真的很行的话 台湾真的我们的经济成长还是会继续起飞的 那这是一个时间节点 也就是电动车转眼 就是一定会在不久的未来 慢慢的取代掉传统的车业 有一个承认全球一线车厂的高阶主管 现在也在参与 不打算露出他的名字 电动车新创的车界人士指出 全世界引擎工程设计公司 只有两三家 而且这是一个垄断的 就是几乎没有 独立于汽车品牌的 乘用车引擎的制造厂 而且传统的汽车有很多 就是专利已经被锁起来的东西 公司没几家 比如说引擎的另外一个重要伙伴 叫做变速箱 全球的制造商也是很少数 那么产能都被国际大厂所垄断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开个传统车厂 就算用国家采力来支持 也是没有那么快 那么可是这一次 鸿海他决定就像组合手机 或者是像联发科 在做白牌手机一样 如果他只是电池 而没有刚刚我说的这些被垄断的东西 那他就挺好组合的 可不是吗 他们这次主要是跟拜腾的股东 这股东竟然叫做南京市政府 谈好了 他拿出了两亿美金 投入协助该品牌的第一个车型 如果能够顺利量场 这有政府的力量 还就真是蛮大的 就由这个市政府出面跟银行 协商债务 让他有机会投资拜腾 成为主要的股东 这中间过程有一点复杂 反正你知道就好了 这一把红海赌的还算是相当的大 也就是如果手机可以代工的话 那么电动车也可以代工 他可以做一个公版 帮客户建八成的基础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足够的钱 要成为电动车厂也可以变成他们的客户 那这就是一件 我觉得这就是一件 以后你在网路上你就可以买车 而且每一个都会规格化 你自己甚至可以就去订 你要什么样的电池 然后什么样的设备 那目前呢 有人说他其实还没有开始 已经才起步 已经卖淫特斯拉了 有关于中国的新创的电动车 那红海现在要做的就是白牌的电动车 那目前派出的一位 这位主管叫做刘洋伟 这个人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 照商业周刊的写法 这过去14年 刘洋伟几乎每到一两年 就被郭台铭指派新的任务 所以呢 在快速就是决定要做电动车的时候 他也就这样子就被派走了 而且他的幕僚透露说 他的坚持 这个坚持好伟大 很多人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先杀老人吗 听说他都不带任何人马就去新单位 没有自己人变成了他的标签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跟任何人合作 那所以红海的转型策略 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晰 而且已经得到了资本市场的支持 那这刘洋伟听说呢 他十几年前一度因为癌症开刀 痊愈之后马上返回红海 几乎是早上七点就进场 晚上十二点才离开龙华厂区 这火生神是另外一位伟大的郭台铭 那到底红海坐电动车会不会成功呢 决胜点在于2023年的验收 那他已经有很多新创车辆的订单了 那特斯拉可能也要等着看咯 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破解运动伤害的迷思 相信对于各种年龄层的人都很重要 我们请到的是长庚医院复健科主治医师 林盈州医师 林医师您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盈州医师 林盈医师呢 他是这个高一的学士 医学系的 还有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运动生理学博士 那他也担任过非常多的国家代表队的顾问医师 那个是要跟着去参加奥运或者是 从2001年开始的北京市大运 几乎重要的比赛 国家队的比赛我都有参与 就是人到现场 那个不是现场的 而且是从2000年之后就开始了 对不对 好那你搞不好有遇过我爸爸 是哦 不是因为我爸爸后来老年之后 就擅长运动 大概差不多一二十年前 他竟然代表台湾去参加 印度的世界运动会 我只记得他跑去印度好开心 你也去过印度吗 对不对 对但是那个是足球比赛 世界运动会我们是2017年在波兰 哦 对 那个世界运动会就是 有一些奥运没有比的项目 他们会另外举办一个叫世界运动会 其实对于运动员而言 那都是很兴奋的一刻啦 所以我爸对于他六十几岁 还代表那个长青组 然后还得到世界铜牌哦 可能别国的老人没有活得这么好 会跑那么快 他还得到1600公尺接力 所以我家是有世界奖牌的 超骄傲的啊 好那其实他到现在也是很健康啊 他跟我说每天都很开心的说 但如果跟你讲啊 我以前念这个宜蘭高中的同学 目前还能动的 等不到十个哦 而且去看同学 同学已经拿拐杖 他故意表演经济独立 嗯 然后寄给我说 爸你这样会有人缘吗 大家恨你都来不及啊 哈哈哈哈 好坏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真的培养一个运动习惯 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恩赐 是 今天我们要讲运动伤害嘛 那我们也是要请教这个林英州医师 因为以前哦 葡萄糖胺大概已经被就是不能够再开了啦 不能算是健保 但是很多人都想要吃一些东西 来让自己的膝盖啊 或者是骨骼变好 对不对 但有更多的中年人会觉得运动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我们在像我跑马拉松 那FB里面常常会有人在下面诅咒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诅咒 你以前也跑嘛 对不对 那也有医生 有的是医生哦 他就跟你说 我跟你讲 你不多久 你就要换膝盖 你就会磨损 运动有两派说法 一种就是 叫你运动 一种叫你说 越运动越死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对运动有一个错误的迷思 就是说 当然我们都不动 也一定不会受运动伤害 那我们动很多 讲的也对 对 动很多我们可能也会产生很多运动伤害 所以当然我们是要寻求一个中道 那这个中道就是我们要找一个适合你的运动的方式 跟强度来运动 它就会让你身体维持在更健康 更年轻的状态 那只是说一般人没办法去有效 有科学的方式去界定什么叫做适合你的运动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运思说运动身体会受伤 那其实不运动也会伤害 你也不能说我不能怪他们在诅咒我 因为他们可能自己受伤了 对 就突然一件就打高尔夫球 或者是挤脚踏车 然后突然在某一次受伤就不能运动 所以到处警告别人 那他会这样警告你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他不了解你的身体状况 他也不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盲目的去运动 可能就会有一些运动伤害产生 所以这个当然也不能怪他 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经验 所以才说我们需要透过一些媒介来宣导说 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运动 才能避免这个运动伤害 我听说你前不久开了一个座谈会 对不对 就找到曾经受过严重伤害的运动选手 其实我看每个运动选手 不管你是哪个运动都受过严重伤害 这也是真的 因为他们一直在动同一个部位 所以我常说 苏慕妍 苏立文等 对 我常说这个运动员身上没有伤的 他只有大伤跟小伤的脂分 因为尤其是这种顶尖的选手 他们每天承受这么高强度 分量要这么强的运动 那当然身体那边也有一些小损伤 所以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 让他这种受 不管是小的受伤也好 疲劳也好 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 可以恢复 让他可以维持正常的训练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之一 那当然另外有一些就是说 严重的伤害 比如说像苏立文 他曾经在北京奥运的时候 把他的十字韧带弄断了 那当然这有很多 那一件事情我有一点忘记了 他总而言之是有得到奖牌 没讲的 在北京奥运其实是没有奖牌 之前有 但是后来真的大家在 很期望他代表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 他那个2008年的北京奥运 对他来讲是一个 大家对他期望很高 因为他的实力 应该是有机会拿奥运金牌 但是他其实在第一回合的时候 遇上一个韩国的选手 也就是他主要的敌人 那个对手的时候 就不小心一脚踢空 十字韧带就弄断了 还不是你这个讲的很妙 就是不是踢到 把自己十字韧带弄断 是踢空 踢空也会断吗 所以大家可能不了解 其实我们那个十字韧带弄断 这件事情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是所谓非接触的伤害 真的吗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是自己把它弄断 十字韧带的 小腿那个地方 膝盖的中间 膝盖中间 膝盖中间有一个像十字型的 大路叫交叉韧带 OK 对他就是在我们关节中间 然后帮助我们膝盖稳定的 对 那个十字韧带断了 假设已经弄好了 那像苏立文这样 他还可以再参加这么剧烈的比赛吗 还是其实只要断过就不行 事实上他在2012年有付出 然后也几乎拿到奥运的参赛权 就是说他在台湾 争这个奥运的代表权的时候 在最后关头输掉了 他是第二名 那第一名的那个叫曾立成 后来去轮动奥运拿到铜牌 所以其实他也已经恢复到 很好的状态 对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受过严重运动伤害 也不代表说那个前途没有了 但是说真的 大家心里已经都会有阴影跟戒地 对 所以我们当初办的那个 那个座谈也是要希望让 不管是民众也好 或是我们的附建的专科医师 一些专业的人员 了解说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 有运动员受伤了 然后之后 九个月十个月之后 他复出了 可是在这当中 其实他承受了很多 不管也是治疗也好 不管是復健也好 其实他吃了很多苦头 对啊 那我们先不要说那种 那种踢来踢去的好不好 那种说那个打来打去的 像林书豪 你也常常看到他很痛苦啊 对 他也受过严重的伤啊 现在也是回来了 好那我们不要讲极端运动员 讲我们这个一般 其实也没做多少的运动 然后就开始一次就受伤了 对 那大部分人都是处于 什么样的运动伤害的状况呢 好 其实谈到一般人的运动伤害 我想 首先每一个人 必须要对他自己的身体的条件 有个基本的了解 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 从来不运动的人 是 这个不运动人 其实他身体有多强壮或多脆弱 其实他自己完全没有概念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都不运动 然后突然奋发突强 而且过度使用 还勉强自己想要表现 那将来就是突然那个很惨的状况 就会马上到眼前 好 我们刚才讲到一般人 其实他的罩门是不了解自己身体的健康 或者是强壮的程度 所以他运动之前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先做一些简单的评估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 所谓体势能体势能 大家会有听到说体势能检测 他会检测说包括你的柔软度啦 肌耐力啦心肺功能啦等等 或者是身体组成 其实这个检测的目的 就是要让你了解你的身体 不管是强壮或者是健康的程度 到什么程度 那有了这个标准之后 我们下一步才叫做运动处方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直播对不对 到底要怎么样检测 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体势能 好 体势能其实它就是一个概念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我们大概身体的健康或强壮的程度 大概到什么水准 所以我们会希望知道说 你这个人的肌肉的力量好不好啦 你的柔软度好不好啦 你的心肺功能好不好啦 所以他们可能会透过一些 比如说像坐姿体前弯 就可以知道说柔软度好不好 比如说测这个仰卧起坐 或者测卧力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的肌肉力量 肌耐力好不好 然后会做所谓的登阶 然后登阶完呢 看你心跳恢复的速度 那可以知道说你这个心肺耐力好不好 那有了这些参考的数据之后呢 我们来运动 我们就大概知道说 什么样的运动你大概去做 是有达到运动或者是训练的效果 可是又不会受伤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林盈舟主治医师来聊一聊 I like eating sound I like radio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湾运动医学学会的理事长 他也是长庚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 林盈舟医师 我知道你曾经有三招嘛 我们至少今天讲两招好不好 在家就能检测身体的肌力有没有老化 比如说开宝特瓶 对 宝特瓶有那么难吗 你不要小看 就是你比如说你开个宝特瓶 或者开个罐头 要怎么开才能证明我们肌肉没老化 正常的应该都扭得开啊 是啊 是啊 那有的人是他可能扭的时候就扭不开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手指的肌肉 是我们肌肉里面最常活动的部位 如果他扭不开的话就表示其他也不行 没错 没错 你这个观念很正确 可是女工他坐在那里可能别的不行 他手工艺老师也是一直在用手啊 对但是 就是说对一般人来讲这是一个简单检测的方式 就是说如果说我有时候发现我在扭这个罐头 扭宝特瓶扭不开的时候 那我心里就有一个警讯说我是不是开始有所谓这种肌扫症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从椅子坐起来 30秒坐姿起立 对 我们从椅子上这样起来 那你如果在起来觉得很吃力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警讯 起来要怎么起来 双脚平踩地面 双手交叉胸前就不能扶在你的膝盖上 对就是不能靠手去扶 然后自己测30秒起立做一下次数 要几次才算是肌力OK 大概至少也要做个三次吗 10秒一次不夸张 不只啊应该要七八次 哈这么多啊 30秒 30秒七八次 对 好吧我们减一下好了 算要超过六七次好不好 算超过七次就算你肌力没问题 可是没有很多老人家的话要起来没那么容易 一次就完蛋了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警讯嘛 那另外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你过红绿灯 然后那个绿灯开始亮 你开始走的时候 过马路突然发现 怎么红灯快亮还走不到 走路速度变慢也是个警讯 那个已经很严重了 对 就是走路人家 我知道有一种老人走路之态 你如果想模仿老人 那个演员就会像走路用拖的 有没有 但是自己是浑然不绝啦 对对对 所以这个肌肉的流失速度 其实是 是比我们想象中还快 那怎么样 如果已经在这种状况 怎么样运动才能避免运动伤害呢 呃 我们刚才讲的是很极端的状况 就是 就是很脆弱的人 那当然 所以有的人很脆弱 我甚至有一些病人 嗯 他跟我抱怨说 他只是去超商 买了一罐鲜奶回家提回去 他就手就痛了 哎呦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很稀中平常的事情 可是对他来讲 他其实就是他脆弱到一个程度 连去超商提一罐鲜奶回家 这个事情都会让他肌肉拉伤 是 那我也曾经有同事 就是看到公车要开始追 那他其实只是发力跑一下 他的小腿就拉伤了 对那所以这些人就表示说 我们平常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动作 嗯 但是这些动作对他们来讲 都是超过他的身体的组织 能够负荷的强度了 就是一下子 就是要把那个油门吹下去的时候 车子就接踢了 对 这个形容的蛮好的 对 可是说真的 这些人平常又是都很注重养生的 我不骗你 是 因为他就是让自己慢慢的慢慢的 很优雅 马不慌不忙啊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他们平常都没有运动的习惯 是是 对 所以我觉得要避免运动伤害 当然我们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会评估说 什么样的运动 大概适合这样的人 那当然我们会让他去做这些运动完之后 我们要观察身体的状况 嗯 假设你做完这些运动 身体都没有任何酸痛 不舒服 嗯 那这个情况可能 这个运动对你来讲是轻松的 嗯 但通常我们这个运动呢 我们会希望 他有一点训练的效果 嗯 那有点训练效果就是 必须这个运动的强度或分量 比例能承受的 是 还要再多一点啊 是 是不是 但如姐有跑马拉松 你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可以跑完全马吧 没有我已经跑 我后来我本来以为我好像两三年就跑完 后来我去看我自己的FB 我发现我跑跑了七年了 是吗 但是我第一次跑完的确是第二年我就跑完 嗯 可是很辛苦 后来越跑越不辛苦 嗯 所以我当然比六七年前是越来越老啊 这是事实嘛 是 但是问题是说 诶我的肌力其实并没有比六七年差 是你的身体状况比以前还好啊 是 那就跑完四十二公里 我那时候 我第一次跑完的时候 在床上躺了两天 然后就是你说的 那时候我在东京嘛 我遇到 那个红绿灯 明明剩十秒 我不想走出去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不然走太快好痛哦 总不得在大街上挨角 我现在厉害了 我前年跑那个柏林马拉松的时候 跑完马上逛街 逛街慢慢走回家 是不是很酷 好厉害 真的很厉害 所以人是练出来的呀 真的是练出来的 我自己的经验哦 我以前刚开始跑的时候 我跑到五公里的时候 我就卡关了 嗯 我跑完开始两个脚的颈骨开始痛 不是你圣经厉害 我是从一百公尺开始跑的 我以前是那个 号称那个是不运动美少女 因为我有底子啊 我以前是篮球选手 你看 你现在就说到重点了 对 连篮球选手都搞成这样 你本来是运动选讲 我本来就是从小不运动 体育不及格的那种 因为我就是只会看看书 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连这种被浪费了四十多年的 才开始运动 竟然也有 可以跑完 跑完全马 这你小时候跟我讲 我有这一天 这个太励志了 对这比得到诺贝有奖还难 真的 非常困难 但你是篮球选手 刚开始五公里你也松了 五公里我也不行 我几乎跑到快要疲劳性骨折 就每天跑完要冰敷 然后一阵子之后 慢慢适应了之后 我才慢慢把 有办法把这个公里数往上夹 林医师 是不是因为你是运动健将 所以你比较勉强 就是那个五公里 你是连续跑完的 当然啊 然后你看 你看这个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我们是 我是好 我后来连马拉松 我从不勉强自己了 我中间还会有一段段时间 如果觉得累了 我还快走个三百公尺 就是我管你用跑的 但是我就可以 至少我要喘过来 有时候会你知道吗 肺部的氧气不够的话 你也不会跑很快 当然啊 你们这个一直跑的是会受伤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听众朋友 就是说 这个运动你跑完之后 你要观察身体的状况 是是 不要一直傻傻去 如果说不舒服 那我们可能就要减量 如果这个不舒服一直持续 我们就要减量 那或者是这个调整强度 那等你身体过一段时间适应了 所谓适应是什么 就是你跑完就没有不舒服 像戴露姐 你之前要跑完要躺两天 现在都没事啊 我现在很舒服 很舒服 以前我一跑完 我还有每天都去按摩的记录 跑完一个全马或半马而已 我现在觉得没怎样 真的是进步太多了 但是你这一年一年到 还能够 别的地方也许没办法进步 但是体力上还能进步还不错 我等一下再讲好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台湾运动医学会理事长 也是长庚医院 复健科主治医师 林英州医师 林医师你以前是篮球健将 因为你很高嘛 对不对 所以你打过什么代表 没有啦 我们是大专的选手 不是国家队 你是高医的 我只有当医生是国家队 也算是这个半职业的 对不对 是校队嘛 对 好那可是我说实在话 运动健将 有时候常常会高估自己 或者有那个拼 我认识一位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EMBA同学 他是拳击选手 亚洲杯冠军 不过I'm sorry 他跟我年纪一样 那是他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呢 就跟同学在一个游乐场 不是看到有那个拳击 掉在那里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哎呀你不是拳击国手吗 三十多年前 请来这个 看你一棒有多少力气 好这下问题就来 要是我们就不会逞强 那他曾经是拳击国手 面子挂不住 然后有几十个人在看 那一棒出去 哇塞果然破表 你知道吗 你知道回去 那只手费了几天吗 就是问题在此 只要荒废掉的 不管你以前外交都没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直有个 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 我可能 我现在的事情 跟一个月以前一样厉害 其实你只要一个月 没有运动 身体的能 这个体能 或者是能力 就会掉很多 我听过一个故事 也就是说 医生用那个熊 冬眠当比喻 也就是一只熊 他不知道冬眠多久了 但是他说出来的时候 其实每一只都是能卡 不管以前有多强壮 因为那个肌肉没有用 你提到这个 我觉得现在的疫情 对我们选手影响也很大 我们有一些选手 出国比赛回来要隔离 他就要自己 对他如果说没有办法 有一个正常的训练的话 你出来也是能卡 这样子吗 两个礼拜出来就软角了 不用一个月啦 一个训练了二十年的人 对 可能两个礼拜就完蛋 就能卡了 对所以这个疫情 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但是我觉得疫情 也有很多人开始运动啊 还是像这个中老年运动 其实我认为我也有功劳 我以前在那个健身房 每个都是那种 长得像绿巨人的年轻人 叫台北市某个 轻衣计划区的健身房 最近都是头发比我白的欧巴桑 你知道吗 这是好现象啊 最近有很多 阴法族开始被你们呼吁 就了解说 如果你不再训练肌肉 一个疾病会打的 你永远不会再付出 我的经验是 其实随着你的年纪 越来越长 我们其实要 想办法维持身体的状态 其实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运动 我自己的体验也是这样子 我其实同意 而且有时候 大家会说我在家里 走一走 饭后什么 一千步或一万步 其实那个强度不够 何况你还边走边聊天 对 所以最近我常常在 不管是公共厂或私底下 我常常在 推展这个主力训练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主力训练 那是什么 也就是重训 那其实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 我们人的生理的巅峰的时间 是在25岁 那从25岁以后 其实就开始走下坡 所以你那个高中同学 40年没有练了 当然他整个 不管是肌力啊 这个柔软度啊 身体的条件一定差很多 我还有高中那个跑步校队啊 他是比如说全北一女 他跑最快啊 结果他就前不久跟我说 他就换人工膝盖了 他很羡慕你能跑 所以其实我们还想办法维持 那我们超过40岁 每年肌肉流失的速度是10年7% 你这样讲很可怕 我现在应该流完了吧 你自己算啊 对不对 我还比医生大30岁 对不对啊 40岁7% 如果他不减 每10年 不要吓我 每一年7%就流完 对 但是如果是70岁以后 是15% 等一下 就double了 那很可怕 对 每10年15% 所以你看我那个84岁的爸爸还能经济独立 其实那个大概百中无三啊 真的真的真的 可是就是一直在运动啊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光有氧不够 是 光有氧不够 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这些肌肉来帮我们保护这些关节啊 韧带啊 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在比较健康的情况 其实你讲到的就是一个按摩或者是 复健科最常说健保一次盖六格那个复健 所无法去应付无法治本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 好你膝盖坏了 然后现在就只能开膝盖 事实上膝盖为什么坏 是因为其他的肌力没有办法撑起来 以至于所有的重量都在膝盖上 应该这么解读 没错 我们的退化 其实肌肉比关节更早退化 所以因为你觉得 我还跟以前一样年轻一样厉害 所以你肌肉已经开始流失 那力量也撑不住 可是你又去做一样困难或一样剧烈的运动 你没有去加强这个肌肉力量 那当然关节就会承受更多的压力 就容易提早退化 好那你们在门诊一定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吗 大家会问你说 吃这个葡萄糖胺到底有用或没用 然后也有会告诉你 一定有很多人跟你说 我不能运动 因为我走路就会痛 医生叫我不要运动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对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 几乎每天会被问到的 每天会问到的 你又没有觉得很烦 说我已经其实打过一万遍了 没错 只是不同的人 对同样答案 同样题目一直在重复 那你怎么跟病患解释 那我都跟我的病人讲说 其实那个保健食品 当然它就是要健康食品嘛 所以既然它食品 它的疗效 其实当然我们是要打个问号 那其实以目前科学证据来讲 对关节退化之间的事情 最有效还是做主力运动 就是训练肌肉 就是等于就是说 如果你要设那个半蹲 或者是像如果马步 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椅子上 起起立立 蹲坐的运动 如果能够自己试很好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还在想办法维持这些肌肉 可是因为不舒服 没有运动的一试不舒服 你跟他讲没有用 是 所以我们说 刚才有人说 他关节在痛 那事实上 你有一些疼痛的人 他也需要做运动 只是做运动的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 有点痛的时候 我们会教他先做 所谓等长运动 等长运动就是 比如说你大腿用力收缩 可是这个关节是没有活动的 那比较简单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膝盖打直 膝盖下面放一个毛巾 你就用你的膝盖 去压那个毛巾 那你大腿就会伸直用力 用膝盖压毛巾 这个叫等长收缩 是是是 那这种情况呢 他关节其实不会承受压力 可是肌肉会训练到 那你其实现在做着 只要把腿平举也一样可以 对 可以让你的后腿的肌群训练到 对 所以可以训练肌肉方式很多 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是就是不要老是 干嘛就躺在沙发上 就只要人家看到你一副沮丧的样子 那通常那个姿势就是不对的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聊 怎么样去挽救你的肌力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湾运动医学会的理事长 常跟医院复健科主治医师 林盈州医师 那一般的中年人到底是 其实他们都会觉得年轻就不擅长运动 后来一定也就不要动比较好 可是其实是如果你能循序渐进那就好 对 就淡如姐你是个很好例子啊 对不对 我真的是 真的正面的教材 好榜样啊 好榜样 而且我后来的确发现 我本来没有要练健身 我很排斥 反正人会找各种理由啦 会觉得说你会练出绿巨人 事实上我们这个年纪要练绿巨人还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对 想要萝卜腿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因为你团结不在一起了 对 然后后来我就是因为京都马拉松 人家96%都跑完了 我竟然没跑完 然后96岁的也跑完了 我竟然退出 我开始有点支持 后来我去练重力 那时候也是很勉强 我心里想说这样到底能不能帮忙我 结果后来发现我只要 我才事实上我再去跑下一个 我急于血池嘛 在三个月后 大概要跑明古五马拉松的时候 我只去上了六次的重力课 我跑完了五分四十 五个小时四十分钟 所以重力 而且腰不会酸 没错 对不对 这个重量训练 其实我觉得它的帮忙非常大 我不要讲别的啦 就是大家最想做的瘦 瘦身好了 瘦身 对 你要降体重 减肥 我们就文明一点 这样瘦身 瘦身 瘦身 这个事情呢 其实重训也非常重要 不是说你一直跑步 把这个脂肪燃烧掉就算了 其实我们会发现年纪到一个程度 会所谓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变差 那这个基础代谢率跟什么有关系 跟我们的肌肉量有关系 那这个肌肉量概念就像你那个车子 你引擎细细数高的 你根本就没在动 在那边空转 它就烧很多汽油 那我们的肌肉量跟这个很像 这个概念很像 就是如果你肌肉量高 你就算没有动 你的这个基础的代谢率也是高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到的中年都会发胖 其实是因为那个基础代谢率下降 那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肌肉量提升 对这个基础代谢率提升有很大的帮忙 那另外对健康来讲 其实这个主力运动包括可以增加股密度 那还有新的研究发现说 其实你的这个主力运动可以降血糖 降血压 这个都是我们以前比较不那么清楚 这个这个蛮妙的 对不对 其实我就是因为 因为我很晚才生小孩 所以我四十几岁生小孩的时候 是有认成毒血症 然后医生就说你家族血压有问题 的确我们家有很多人是中风走的 就之前的祖先们 所以后来反而练肌力之后 我的血压的确比较正常 没错 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解释 可能 其实可能跟降体重有关系 没有我本来比现在瘦很 比现在瘦啊 我觉得跟肌肉有关系 本来比如说那个胸肌或什么 本来你没力嘛 那可能某个血管也被他拖得很累 我个人是这么猜想 就是说这个主力运动为什么可以降血压 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发现 所以它的背后的基准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比较清楚是说 其实如果你可以把体重降下来 到降血压的效果倒是还蛮明显的 平均你如果降个十公斤 血压大概可以降大概十到二十 对 当然这是就是变成你要减肥 然后来降血压 可是我当时非常非常清楚一件事情是 我当时比现在瘦 所以我的血压根本就不是 可是你有可能你的体重是 你现在体重比较重是都是肌肉 以前就是提 就是说看起来虽然轻 但是你的体脂很高 的确 当时我还没运动时 体脂高达三十 可是其实我体重不到五十 所以你都是肥肉 都是脂肪 所以你说降血压也有关系 血糖当然有关系 但是对糖尿病患而言 叫他最痛苦的是 他已经都吃那么少了 就是叫他减肥啊 嗯嗯嗯嗯 对啦对这些这些人来讲 当然就是尤其糖尿病 他已经吃得少 你要叫他运动的时候 很辛苦 对对 然后运动当然是要吃喝一番啊 那么嗯对后没关系 后来有一些那个叫 输肥鸡胸的可以吃 运动者最佳的朋友 好那么听说你会建议很多人 如果你状况关节还没有出问题 也没有时间运动 只要找到一个空地 是可以用跳绳 但是我们以前都叫人要不要跳绳 呃这个概念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呃我们是 其实是提倡所谓的 因为这个我们有每每个礼拜的运动的建议量 嗯 我们希望说你用中等强度运动 可以运动到150分钟 嗯那这个你可以就是零存整部 也就是说你可以每一次运动10分钟 然后累计一个礼拜150分钟 那其实跳绳 一天可以跳个三次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那我我不是特别强调说跳绳这个运动 马拉松算不算那个你说的运动啊 当然算啊 哦那绝对是我个人一定超过啦 可是要没有尝试的人 真的一次10分钟 其实跳绳累耶 跳绳比较累 嗯对 但我们就推唱一个就是说 哎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找得到的运动的方式 嗯 那其实运动方式很多 包括你你走路 嗯如果说你你提早一两站下车 嗯走路 我觉得也是很好运动啊 当然就是看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 嗯跟时间的条件 跳绳就是像我们小时候那样跳吗 嗯嗯 好我曾经遇过一个那个女性的外科医师 她后来就穿得很时髦 嗯 她后来告诉我说 她到现在还在做外科医师 然后告诉我她70级了 哦 然后我实在不太相信 我说你怎么时间运动 她说她没有 那怎么可能这么好呢 她后来就就地跳给我看 她是那个有没有 就是你看她一个70岁的人 还可以那么灵活的做那种 嗯 开合跳 开合跳对对对对 她说她只要手术 在病人昏倒 对对对 还没怎样的时候 她就在手术房里面做开合跳 所以到70几岁大家都退休的时候 会抖人家好好的呢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所以我觉得运动不一定要设什么实地 嗯 其实你只要有空间有时间 就可以抓紧时间来运动 是 好 那就无论如何 今天我们请到的台湾运动医学会的理事长 林益州医师就是希望你 不管你现在几岁了 只要你现在还好 就是要开始运动 已经责无旁贷了 是 不然难道我们要跟先列一样 台湾人平均再见之前躺七年 你不愿意躺 子孙也不愿意照顾啊 对啊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是要自己照顾 嗯 好 所以不要一直在想说吃什么 就有用 有啦 如果你吃了人家给你推荐的那些 那个东西 然后你同时再多加量一点运动 我相信他就有效果更好 是 好 谢谢林医师 谢谢 谢谢